怎么投资赚更多 大华国际郑瑞宗分析师 让你在股市里赚大钱 成为投资达人 欢迎收听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 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 由大华国际证券 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分析师郑瑞宗提供 102年尽管投雇薪字第005号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 我是节目主持人Amy 现场在我身边的是 股市达人郑瑞宗老师 Amy 听众朋友大家好 老师好 美国最新公告12月的CPI年增率 是3.4% 对台股后续发展 会不会有影响呢 再来呢 礼拜六就是投票日了 今年的选情真的 好刺激哦 会不会刺激到台股选后的变化呢 这些种种预测 我们等会来一一的请教老师哦 那么投资人呢 最想关心的肯定就是什么 哪一些个股选后将会有喷出行情 有哦 郑老师都掌握好咯 锁定好节目 开始前先帮我搜寻四个字 股市达人 然后找到郑瑞宗老师 我们的YT有影音的频道 节目你也可以利用YT来收听哦 所以记得帮我开启小铃铛 还有最重要的是 LINE的官方账号的资讯 就在我们的这个YT频道的首页 如果有看到LINE的话 一定要加起来 因为财富密码都在这些免费的资源里 好 周末又来了 对不对 周末福利时间又来了 节目记得一定要听到最后咯 有请我们的股市达人 郑瑞宗老师 那因为美国公布最新12月份的CPI的年增率的指数 那上个月我记得是3.1 那最新的指数是3.4 所以没有继续往下降 反而拉了一些上来 就代表就是通膨还是有一点顽固在这边 那也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有联总会的官员呢 又发表一些比较偏应派的说法 他就认为就是说 从这个数字上来看 好像不应该太快的降息 所以市场就解读 就是说哇 那通膨如果说没有降得太顺利的话 可能原本市场预期说 超过七八成的几率 三月份要降息的时辰 可能会往后做一个遞延 所以呢 这个数字一出来 美国四大指数在盘中就通通往下掉 但是呢 在尾盘又通通拉起来 那虽然说并没有说翻红大涨 但是昨天至少就是说肺半翻红 NASA道琼都翻红 只有S&P500是小小的点一点点 所以代表就是说市场资金对于 这个降息的趋势 其实是很有信心的 那并不是说那么介意说 有那么一点点的杂音 maybe比如说三月份不降 那可能就是后面还是要降 那早跟晚的问题 那目前也没有说最新的几率 说三月份降息的几率 说降低了多少 目前还没有最新的这个数字出来 那从美国的手势看起来 就是说大家对于这个降息的信心 还是蛮大的 那反映到台股的部分 当然今天台股就在平凡附近 小涨小跌 因为我们就要选举了嘛 对好快哦 所以就大家最紧张的 对 总统跟立委大选 明天就要记得去投票 对然后明天就要揭晓了 所以今天早上有一些强势股 一度冲上去 对 比如说剧友科啊神盾啊等等 对都有 那后来呢就这个都有卖压打下来 一来当然因为涨多嘛 是 二来就是因为要选举了 所以终究还是有一些资金想说选钱我先卖一趟 然后选后再来这个重新做一个布局跟买进 觉得是有不确定因素 对所以就是我想这个很容易理解大家这样的一个心态 因为这一次的选情是极度的紧绷 而且选年有一段时间是不能有民调嘛 所以大家是盖着牌就是不晓得到底怎么样了 对停刺激的 所以大家其实就很多人都蛮焦虑的 但是如果说你是焦虑说对股市的影响 我认为大可不必啦 因为从历史经验就是说不管最后是谁胜选 股市中就还是反映基本面啦 是 所以选后我认为补涨的机会是有的 因为这个以日经指数来说 哇今天又涨了400多点 涨了1%多1.2% 然后日经指数是连续四天刷新高 而且几乎是90度角的往上喷 所以这实在是太为强势的 这比美股都还来得更强 那其实台股我认为选后就会开始补涨 所以大家就不用太过紧张 那应该下个礼拜回来就会有一个全新的格局 反正不管什么颜色的选项 投资人只想看到红色 红色也很敏感 红色不就代表上涨的意思吗 红色是代表阿贡 这个也有点敏感 没有开玩笑啦 在股市里面红色是最棒 那以美股来说的话 虽然说最近也在整理 但是利空不跌嘛 那费达股价也是连续创新高 所以看起来市场资金还是持续涌入 这个AI的指标股嘛 所以其实我认为 这也点出了台股这个选后的一个方向 其实大致就是以AI为主 IP股 IP股分IP跟ASIC ASIC今年会特别强 二线股会强于一线股 IC设计 我叫受惠AI的这一个的发展 那IC设计今年也有非常好的发展 所以大家这些主轴是不变的 所以今年我认为就是科技股的一个大年 那就是你要专心操作科技股里面最强势的趋势股 今年应该会有非常大的钱可以赚 大行情 所以算说民药选举现在指数就是说 油红那翻黑又翻红 目前我们录音的时间12点18分 就这样子翻红又翻黑 但是跌都不多 涨也不多 那选前的卖压期在前几天都消化差不多了 那今天其实就算有卖压 我认为也就都还OK了 所以不管选后如何 我认为选后补掌行情是可以期待的 所以那个过年前还有一段红包行情 大家要赚红包要趁最后这一段的时间 赚起来准备开心过 是就所以呢 现在就是怎么样 有一样四个字送给你们 跟好跟紧 对那或者是大家不只要听我的广播 是 那我的YT节目你也可以准时收看 对YouTube都有影音的频道 对呀那我们的广播也会放在YT上面 对你也都可以就是事后再去 去用YT做收听 随时可以收听 或者是加入陆志老师的LINE的官方账号 LINE最重要了 对因为这都完全都是免费资源 对都不收钱 对大家都可以有蛮大的帮助 尤其是LINE是盘中11点 我就会发表我的最新文章 是 你就不用等到盘后了 对没错 每天大概11点左右 老师都会有最新的文章发布 对所以还是欢迎大家都来加入 其实LINE 老师LINEID真的蛮强的 可是很简单的 只要搜寻股市达人 你就可以看到郑瑞宗老师了 因为他就是股市达人 然后看到老师之后 你就会看到我们的那个YT频道的 首页上就会有LINE的那个资讯了 所以你可以用手机扫QR Code 或者是你看到那个ID 你就可以搜寻那个ID 直接把它加起来 因为LINE是每天的资讯 对因为我在网路写文章 应该超过十年了吧 所以你随便Google都是 股市达人一定都找得到 我一堆东西 那你大概不容易找错了 那你只要加入脸书 或者是YT 那里面都会有连接到LINE的 相关的这个资讯的连结 你点一下就可以加入了 所以你也不用特别去寄那个ID 所以我相信就是说 这个你加入对你都会很有帮助 没错 那当然回到股票的部分 那以今天来说行情在整理 其实早盘最为强势的是 神盾联盟 神盾集团 那其中神盾早上最高 甚至来到159块半 一度大涨7.7% 不然想说 哇塞这真是又要涨停了吗 那可惜就是说 选钱还是有些获利回土卖压了 所以目前录音的时间 大概12点20分 那股价就回到 剩下大概小涨一块钱左右 是 但是呢 创新高是事实 就涨停板 创新高又创新高 所以这个趋势就是不变 就像我说的上档 其实我们不预设高点 是 那这一次我们是在124块 有二度把它买回来 那真的我记得可能 三四天还是四五天的时间而已 到今天最高159.5元 已经赚了35块半 对 就28.6% 可以算是三成了啦 就是一个三成的活力了 几乎要三成 对 而且这个是很快速的 大概比如说一个礼拜 它就三成 对 那 原来是一年的ETF 目标是5% 对 那就是一个百分之三成了 对 你可以赚你六年 那个叫30% 对 可以让你ETF可以赚六年 才有这个水准 所以就是说 有时候就是说你操作 对的股票 那个效率是很高的 那会比你就是说 现在 其实现在ETF很多股价 也都很高了 对啊 你很容易赚到 那个股息 配息 可是有时候我怕你会赔到价差 所以就说 要不然就是它价格都不太动的 对 所以ETF也不是盲目的买 ETF最好的进场点 是在一个比较差的市场 比较差的时机 是 当股价 比如说我今年年中间的时候 不是那个指数回到 大概15000多点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去买什么0056 0050 或者00878之类的 你到现在就大赚了 是 但是你现在买 我不敢说你不会赚 但是那个利润空间就少很多 但是如果说现在到年中间 又遇到一次个 比如说一两天点的回挡的时候 你股息可能赚到的 还抵不过那个价差的一个损失 所以ETF的进场点 其实蛮重要的 你要在股价低的时候 才容易价差也赚到 然后又赚到相对高的殖利率 那你股价位高的时候去买的话 殖利率变低 然后你又容易有价杀伤的损失 所以我想就是说 ETF确实是不错理财的 那个商品 但是大家进场点还是要振作 不是说一直傻买傻买傻买 除非你是就是 不管涨点你都买了 当然这是另一种一种策略 是没有问题的 是 当然这个东西要讲 要另外开闭一个时间来讲 这个就热热等 所以回到就是说 那以神论来说 你看一个礼拜就三成 这不是比ETF快很多吗 真的快很多 一个礼拜 那我就说上档也没有压力 我们就不预设高点 那以今年来说 头片增300% 三宋大陆手机 应该是类似OPPO的订单 订单都非常的好 那部分产品又涨价 加上权力又转型成AI 今年题材一堆 PS上看8块到10块钱 所以你说设计股 你说抓一个25倍本益比的话 其实现在的股价 其实真的不高 是 所以为什么股价可以就是说 人家在回档 他一路创新高 其实他就是有底气 因为今年真的转机就非常的强 而且他是结合 什么神盾 安国 安格 辛顶 或者是迅捷等等 组成一个神盾的联盟 然后全力要抢攻 AI的商机 那这个 所以AI的这个 比如说有人机界面 有高速传输 有数位影像的处理之类的 所以他们整个联盟 都要抢攻这一块 所以今年的题材非常多 所以我认为这个神盾的 相关股票 今年都会非常的强势 那以安国来说 今天最高也是来到137块 对 8050的安国 还是一样又创新高 对 虽然说我们是卖在130 因为分盘交易 对 而且我今天看了一下 他要关到下个礼拜五 还是很久 但是因为强势股 其实你也看得到就是说 他即便是关20分钟 他上下速度变得比较慢 但是他还是垫高 对 还是过高 有 这个就是真的是很强势的股票 但是我卖130 算说现在涨到137 但现在我们录音的时间 12点25分 他又压回到130 对 那是不是又是我卖的那个位置 对啊 但是我们在卖130的时候 我们把钱转进神盾 对 到今天是多赚到哪里去了 多赚28% 但安国还在原地嘛 对 所以你看就是这样的一个换股的节奏 对 投资节奏 我不是说看坏安国 还是认为他未来还是很有空间 了解 但是神盾很明白的 就是说这一个礼拜 他就比较快嘛 一下子就接近三成 对 就一档接一档赚 对 所以你这个神盾 如果后面又赚个 比如说三四成的话 到时候比较卖掉之后 如果说那时候安国刚才又放出来 是不是回头 我们又可以再做一次 是 就是一直赚的概念就对了 所以我想这个就是一个轮流的操作了 那安国来说的话 12月营收是大增84% 是 那合并新额半导体的效益 就从这个月 12月份开始显现 那今年的营收的成长 获利成长是很明显看得到的 那加上上档没有压力 所以其实即便20分钟 我认为它也是逐步电高了 只是说20分钟你真的很难操作 是 那长得确实也会比较慢一点 对啊 所以我预计等到关出来之后再来操作 但是我还是一样 就是说非常看好 对 因为其实IP三星课我都非常看好 那其中的IP三星课的 那另外一档具有科 是 今天早上也是又创新高 对 最高来到351块 但这边我们今天就先卖一半 是 好 先留一半 对 那先卖一半放口袋 那这个资金部分呢 我今天没有动 是 那我下个礼拜有大用 有大用途 因为选后 对 我会有一个全新的布局 对刚才有说 有没有选后会大喷的股票 郑老师准备好咯 所以我已经准备好 先把资金先捆起来 是 然后 为什么旧有科这边要卖一半 因为礼拜一好像又要被关20分钟 真的啊 所以我就说IP股就国家认证的标股 对 这叫做你眼光精准 真的 就是你会发现就是说 那轮流被关 对 具有科 金利科 安国 还有那个什么M31 那叫轮流被关 对 然后轮流不要轮流冲新高 嗯 那下礼拜好像又要被关20分钟了 是 那我看今天可能是B不开啦 嗯 所以我们今天就先卖一半嘛 但是这次我打算留一半 继续跟他续报 嗯 那另一半呢 我就先提款出来 嗯 准备下个礼拜要用 是 然后这次我们是第二次买嘛 第一次是179买270初赚五成 对 那这次是283买 那最高到351的部分的话 如果你卖掉的话 大概赚68块 嗯 哎 这样也24% 对啊 而且前后几天 我记得好像只有四天 对 不到一个礼拜哦 前后四天的时间 嗯 就赚了24% 是 所以你看这个选钱 哇 这个过年前选钱 他一档一次出手 两三成 两三成 对啊 我就三个三成就一倍嘛 对 没错 那我们合纸三个三成 而且我们这个投资节奏 掌握得很好 就是这边出清之后呢 那边再赚 然后一直持续 一直赚一直赚 一档接着一档赚 没有停下来哦 然后到过年前 我会在好的价位 好的时间点 嗯 陆续让我们的会员朋友们 就是把手中投入的一些本钱 嗯 陆续收回来 啊 那获利 白一些放口袋 对 准备报红报 对 然后留一些最强的基本持股 是 报过年 一定要报过年 但是大部分的一些持股 我们都会在一个好的价位 让大家陆续把钱收回来 然后准备出国去玩 对 发红包 是 或者是发给自己 对 所以这个是我再来的规划 是 但是红包行情 你一定要把它赚起来 没错 所以就是跟好跟紧 对 所以具有客的部分留一半 那卖掉的资金 下礼拜我大有将有大用 好 恭喜我们的会员朋友 嗯 然后金利科依然活泼 是 3228 盘中找盘一度回挡到370 嗯 10点多左右 又翻红涨到389 对 那目前 又翻黑 但是回到大概377左右 378左右 其实 嗯 也没有跌多少啦 是 一个7块钱 300多块股票 这算是一个很小的跌幅 嗯 那其实这些什么神盾 俱友科 安国 金利科 其实全部都是 上导没有压力的 大多头的趋势嘛 嗯 总是几乎多雷头 是 所以你会发现说 我们手上股票都是 全市场最强的 真的 如果听节目的 我跟你讲 听众朋友 你们都是我们的见证人 真的是 这一波 就是超强的 每天都是轮流在刷新高 对 好像家常便饭一样 是 但是因为我们买对 买值的对的是 买的是对的趋势的股票 懂 所以你选对股票 你就事半公半嘛 是 啊如果说你选错了 你现在去买钢铁股 去买什么 函股还OK啦 哦 钢铁股常常就是 一下子涨个两天就没有了 嗯 或者是说你找 买比较下游的股票 其实最近 其实都不会动啊 对 会涨的就是最上游的IP股 IC设计股 只有他们在涨 就你最拿手的啊 老师 所以最近就说 有绩效没绩效 差很多 是真的 有绩效的是 三成五成一倍在赚 没有绩效的 甚至是买钢铁股 所以这个选对 好的老师上天堂 对 所以大家要 好的老师带你上天堂 要慎选 下一句就不讲了 要慎选 嗯 是 好那已经一科来说 我们146买到最高389 赚了243块 嗯 166 对啊 166 多么好的数字 是 买100万变成266万 嗯 后来有一次买比较高 252块买的 也赚了137块 那是百元在赚 对啊 这也是高达54% 100万也变成154万 嗯 真的就是恭喜大赚 对 真的是大赚 这几档 上档都没有压力 嗯 目前我都不预设高点 是 唯一就是有时候会被关 那就是会调整一下操作的策略 嗯 那我也没办法 就国家认证的标股 是 所以这个比如说 具有科今天就先买一半 嗯 那前两天买进的神盾第二 是 到早上最高也赚了10% 嗯 最高也赚了10% 是 所以这些都是非常强势的趋势股 嗯 那神盾第二的话是跟安国一样 准备要转型IP跟ASIC的业务 是 那今年将会有非常非常强力的转机 重点是那个本一笔的提升的空间很大 嗯 那就像安国从30涨到137块 是 那我相信他未来也是一个安国的模式 嗯 那选后有机会迎接喷输的行动 好 周末福利来了 老师 五六日三天 嗯 只要来电或者留言168 好 那留言的朋友如果你截图给我们看 是 那就可以加入农年的年度会员 哇 会有一个一年期的会期 标股赚不完 而且周一就进场 哇 谢谢老师 哎 马上赚哦 马上进场 马上赚 农年还是年度的会员哦 务必来把握 赶快打电话进来咨询 电话交广告中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国师达人 曾瑞宗老师 谢谢米达 记得去投票 听众朋友 又到了周末福利时间了 哇 这真的是大福利 只要在节目中 告诉我通关密语168 或是在LINE 留下168 你就可以加入农年的年度会员 带你一档接一档转 礼拜一就先进场转 先打电话进来咨询 022362 8000 022362 8000 股市达人 曾瑞宗老师的绩效 如果你每天都有收听节目 你都是我们的见证人 是不是一档接一档 一直转都没有停下来 如果你也想要 在这个龙年 就开始一路转到年底 千万要来把握龙年的年度会员 一年期的会期 标股真的转不完 礼拜一就带你进场 直接先转 赶快拿起电话拨打这支专线 进来咨询哦 周末的大福利 机会留给你 022362 8000 投资方法这么多 怎么投资赚更多 大华国际股市达人 郑瑞宗分析师 深入产业掌握第一手资料 结合国际经济动态 跨市场分析 带你布局投资下一步 小钱赚大钱 拨打 022362 8000 022362 8000 脱胎换股就趁现在 大华国际 102年金管投雇 新字第005号 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 由大华国际证券 投资购问股份 有限公司 分析师 郑瑞宗提供 102年金管投雇 新字第005号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审慎评似并自负投资金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音乐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宇 预估并自负投资宇